移民局总监穆斯达把再度亲自带领执法人员 闯入吉隆坡半山巴的某座组屋区内逮捕非法移民 执法人员走过一间又一间的单位 吓坏了措手不及的移民 至于叫人不应的单位 执法人员就直接用铁钳剪断锁头闯入单位 有的单位还关起灯来 以为这样就不会被发现 却还是难逃法眼 更有一名外籍女子甚至坐在地上哭闹 就是不肯就范 有些移民明明已经逃不了了 还在狡辩自己是马来西亚人 结果 唱不出国歌又无法给出重简证明身份 执法单位就在这些移民的手上写上大大的编号 这场行动当中一共有189名移民被捕 其中共有21人被带往警局进行调查 结束组屋的逮捕行动之后 移民局再接再厉前往附近的夜店进行搜捕 并逮捕了22名外籍女郎 有的女郎面对镜头还比了个胜利的手势 丝毫没有再怕 由于部分移民被怀疑造假难民身份 穆斯达发表示将会与内政部确认他们的身份 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